变明阴阴男子涉嫌在社交媒体 侮辱薛兰儿苏丹沙拉福丁殿下 引起警方关注 并已经立案调查 非政府组织伊斯兰宣教基金会 今天兵分多路在全国各地报案 举报罪名出言不讯 涉嫌侮辱伊斯兰教的男子 一天下来有至少12宗报案记录 伊斯兰宣教基金会 罗佛分会总监 穆哈姆阿玛 今天下午两点半左右 在全国主席 拿都哈山努丁的陪同下 到弹杯警局报案 要求警察全力撤查 怀疑人在国外的 加拿斯巴兰 阿沙努丁也趁机提醒国人 在多元族群的社会背景下 应该更敏感和谨慎地 看待涉及种族 宗教和王室的议题